中医治疗便秘的话常用方法有哪些呢 就这个方法确实是比较多的 从我们接触到的方法来看的话 主要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针灸 有按摩 有食疗 还有艾灸 还有青汁 也就皮肤针嘛 也算针灸的一种 另外还有就是导饮 还有中药灌肠 中药口服 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现在治疗了几千例便秘 总结的经验还是中药灌肠 加食疗 配合运动 这个方式是达到 来说鑾子 来说鑾子 来说鑾子